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217月30號 這個中午10點半 那個今天三個剑藝遠征 三個剑藝遠征都更新了 好 那剑藝遠征是更新這個 迷思孤島 然後這個 那個什麼 獲得吸金的那個 新角色的賞金四列 那烈火戰季在凌晨的時候更新了新的角色 羅蘭德 但是 活動還沒開啟 那無盡征途呢也是一個禮拜一更了 本週更新的是 新英雄來了 敬衛軍之心 戈弗雷 帝國授予了他一面獨一無二的巨大鋼盾 是 對他作為人民的保護者的生育的認可 連邁的戈弗雷從軍隊退役之後呢 帝國任命他為宮廷 宮廷衛隊長 他也敬著的為帝國貢獻著自己剩餘的力量 OK 力量型英雄前排坦克 請問您家裡是不是有一個非常力氣大的女兒呢 這樣大家應該可以知道他是誰了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新增 60幀畫面選項 高幀率模式 高幀率模式 這個會修改 這個會 這個會讓這個什麼 戰鬥卡住的這個部分 變好嗎 因為我覺得 在戰鬥的時候總是在最後面有一個小段的時候 他會卡住 我們看他設定 畫質 我是選擇極致 啊什麼 高幀率模式 手機會出現卡頓 沒關係啊 我們錄影 哎唷 順好多喔 順好多喔 哇 來來來 趕快來打一下 哇 好順喔 好像開了4倍數喔 好流暢喔 真的是有差耶 差好多喔 這個 這個高幀率真的不錯耶 有沒有看到這個戰鬥 這一個 很明顯我變了 我現在 我現在再把他切回來 所有畫面都 都變順了 高幀率 我們把他關掉 有沒有 關掉的時候有沒有 動作就有點這樣 慢吞吞的 所以我在戰鬥的時候就覺得是說有點卡卡的 沒有那麼順 這個樣子 你看 這是沒有開的狀況下 揮 揮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高幀率打開喔 加快手機耗電 沒關係 我都是插著電來錄的 差很多耶 順好多喔 OK好 那來領一下 而且這個是 這除了戰鬥順 這個整體操作上也是 對這個體驗很好啊 所以基本上能開就開吧 好然後那個 每天上線後基本該領的領一領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角色吧 這次就應該是這個什麼 高幀率跟這個新角色 哥弗雷 高幀率 優化陣營塔的模型 優化工匠大師就是那個羅萬 這個亞歷山德拉 還有 OK提高 這個高幀率真的是有感 真的是有感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新的角色 他 我來為你們開路 我來為你們開路 讓我們結束戰鬥吧 你的鬍子呢 還是有鬍子啊 喔這個3D不錯 這個不錯 雖然說他不是雙手木盾 木盾比較窮一點 他拿了這個盾就 就真的很有質感 這樣子 真的不錯 我們結束戰鬥吧 這一招很快喔 這招開場撞暈敵人很快 所以有些敵人啊 像在前排的 他如果說像是 譬如說 那個德恩文站在前排他要吸人的話 他的這個盾牌猛擊的這個出手速度 很快所以可以先手把敵人的那個開場動作給打斷 所以這隻角色的話 但是前期其實也不大需要練他 因為有光盾就夠了 然後光盾不斷開大 其實也不大需要兩個盾 因為光盾實在是太萬能了 因為光盾 他開大之後全體就有護盾了 那你再加一個這個歌符勒 其實 在前面比較沒有必要 那其實到了後期 這隻角色 也不是很常用到 然後這個人盾合一 他會去 就是當我方有一個人快死掉 他會去保護他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他自己也會有一次這個 這個算是 自保 就是舉大盾 然後 互助這樣子 所以也算是一個不錯坦的角色 但是呢 就是 因為這個風采都被光盾給搶走了 所以說 就是 我覺得不大需要練這隻角色 主要要練的我覺得還是屬於這個女王啊 然後光盾啊 亞歷山德啦 還有自然靈異的那些角色 大概就可以了 前期靠這些角色應該就夠了 好 那這個就是歌斧雷 所以不是列為優先要練的角色 但是以目前出的這些角色來說 我覺得之後退種毒塔的話 比較重要的應該就是 這個 克斯坦沙 這個蠻萬能的 有buff然後攻擊力 還會切到後面去 這個是 這個是 無盡真圖版本才會 因為 建議遠征的版本的話 他 衝過去之後 他會再衝回來 就是他從畫面 就是 衝到右邊去 然後從畫面左邊回來 但是 這一個 無盡真圖的 克斯坦沙 他是會卡在敵人後面去 所以有一點 這個 分擔敵人的 注意力的這個效果 那光法的話 應該是 推種毒塔 的 攻擊輸出手 然後 他也是最好 最好上 上街的角色 因為這個新手有送 然後 再來是 再來的話應該是 這個 這個 羅伯特 羅伯特 站在後面的話 他是有一定的控場能力 那但是沒有也沒關係喔 然後光盾是一定要的 朱莉 朱莉不要 朱莉不要 然後 亞歷山德拉 亞歷山德拉的話是 單子也可以上場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克斯坦沙 光法 光盾 亞歷山德拉 然後第五隻的話 看你是要給 給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賞金鏈呢 然後增加一點傷害 還是伏克斯控場 伏克斯會比較好啦 然後 這哥輝我是覺得 不大需要 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 這個新英雄 那 其他部分呢 蜜玉靈境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任務 我還沒解 紅色的任務不錯喔 紅色的任務才是 才是 不然我們來推個幾關好了 因為我覺得 蜜玉靈境啊 那個 怎麼講 你在選擇左邊右邊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跑過去 他有點跑的卡卡的 那這個增速開上去之後呢 會不會變比較順 然後這樣子 有變比較順 真的 真的是有變比較順 然後 這個上什麼 零爆起手 開兩倍數 有一種感覺 有一種感覺好像 好像戰鬥速度變成了 三倍 還沒有到四倍啊 就三倍那種感覺 可是沒有啊 你看 剛剛 剛剛那個 那個實力 剛剛還是 在後面卡住了一下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卡住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喔 但是整體 流暢很多耶 你看 他跑上來的時候 就沒有在那邊卡卡了 所以這個高增率模式確實喔 對這個遊戲體驗好 增加蠻多的 增加蠻多的 不能說就是 哇 就是說 整個變超快 可是我覺得啊 這個在移動啊 還有這個在戰鬥的過程 應該是有加速一點 體驗好很多了 你看 這個時候還是稍微會 會盾一下 不知道在盾 盾 不知道在盾什麼東西喔 加速有了 好我們 我們再過來 這樣子 他跑過來的這個速度 就變得比較順 我們只開女王大招就夠了 除了那個 古王會開場丟那個詛咒 不然其實 大概都沒有什麼問題喔 我只能走右邊喔 蛤我只能走右邊喔 哇少打一隻敵人 可惜可惜 好沒關係 右邊都是精英怪喔 好戰鬥 OK所以本週的更新的話 就是更新一隻新角色 但是這隻角色我覺得不重要 不需要練 因為那個前期你只要專心的 練這個光盾就好了 那有了光盾之後呢 那個 怎麼講 那個 哥弗雷喔 也沒有他的這個 這個 上場的空間喔 因為光盾就已經保護住大家啦 而且又省一個位置 所以你多出來那個位置 你不如上一個 控場 或是輔助的角色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下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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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